人不可貌相 掌聲鼓勵 今天我們這個單元叫做是 少男殺手 殺手又來了 有 殺手級的 一般大家少男殺手想到蔡依林 對 許惠心 很早用這個封號嘛 對不對 對 不過少男殺手還是有年紀之分 一般來講很少超過20歲的 是嗎 對啊… 依林不是已經 你是說殺到的是超過20歲的還是 不是 是那個 殺人的 殺人的 被害者是無所謂的 怎麼這麼血腥啊 對啊… Joanna這個 有哪一些你認為是少男殺手 小甜甜不蘭妮那個可以嗎 那個有嗎 但是我們看來是不怎麼OK的 小甜甜不蘭妮 威力很怪啊 牠旁邊脖子好長 牠是駝鳥是吧 可是你知道牠在美國多少青少年愛牠 這怪了 這也怪 對 永恆那你覺得哪一個 妳本身應該過去也是少男殺手啊 沒有 我覺得我小時候比較… 就不好看 不好看 哪會啊 哪會啊 現在也差不多 謙虛了 對啊 明年2月我姐姐要來 那我就帶她上通告嘛 我跟你講我們小時候我姐姐很漂亮 然後沒有人注意我 因為我很醜 就是很醜 我就是姐姐的妹妹 所以就是妹妹… 我沒有名字 我就是Carolin的妹妹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耶 可是姐姐來 姐姐現在結婚了嗎 沒有 那你千萬不要讓憲哥看到她 你什麼態度 永恕不要啊 千萬不要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姐姐不會講中文 憲哥也不會講英文 沒關係 我可以跟他們聊 我們可以跟他們聊 你的英文很爛耶 什麼巴黎語 沒有 我跟你講 你聽姐夫講啊 我跟你講 什麼 太有陪到人耶 先訂走了就對了 其實他姐姐就是我 我最近會出國 我已經看了 你不要被他轉圍 以前那麼漂亮的姊姊 她更不得了啦 對啊 姊姊就是少男殺手 對 姊姊就是少男殺手 好想看喔 好 偷偷 告訴我們 少男殺手 你以少男的心情 我真的以前都被殺的那種 誰 哪一個 被殺 講真的 我從國中開始 就特別迷鬧 少女偶像或少女偶像 譬如說 講出來很可怕喔 真的嚇死你喔 誰 4 1 那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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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我不跳比 而且 其實你們那時候真的很多少男生 很喜歡你們 我們要知道你長這樣當年 怎麼會放過你對不對 什麼 對 當年的牙頭妹 然後又不漂亮 而且你知道我還有去過前昌會 只是你一定不記得我 趕快過去跟人家握個手啊 人家買過你的專輯 我覺得好榮幸喔 對啊 怎麼會那麼榮幸啊 還能有 好榮幸耶 對啊 太厲害 還有呢 怎麼會這樣子 還有就是 國中高中都會滿迷那種 蔡依琳 徐華玉 那個時期 徐華玉 對 國中時期徐華玉好紅喔 對啊 所以你看就是這樣 麻衣來講講你們日本的 Moy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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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yki是什麼 Moyki Key了 Key呢 Moy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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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男生看到會覺得 哇 好好 Ski 那個孫田公子 孫田公子 現在還是嗎 對啊 好多天新的男孩子喜歡 她人氣好旺喔 還有Morning娘對不對 早安少女主 早安少女主 對啊 所以憲哥你都懂得欣賞嗎 我們是喜歡那個 終身名採啦 還有 沒有沒有那個 不要超過這條線喔 我的偶像 Hibari 美空雲雀 美空雲雀 好 真的是好久了耶 這個是好舞台動作 喂 美空雲雀的歌有沒有 金剛 小哲圓跟草莓牛奶 都是AV片的嗎 對啊 這也是少男殺手的 原來就是你 我每天都在懷疑 那些簽名會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去 對 簽名會 今天好幾位長得很厲害 很漂亮的少男殺手已經來了 一起來看他們的傳奇 青春期的少男 普遍擁有敏感 脆弱 纤细的特質 而生理日漸成熟 也讓少男們開始被異性所吸引 特別容易產生偶像情節 於是少男殺手這個名詞 也陰陰而生了 而在青少年的心目中 誰才是最佳的少男殺手呢 我覺得他少男殺手 我覺得SHEI 因為我覺得他超有NONO 然後又很聽得很可愛 我心目中的少男殺手 是許惠星 因為他很可愛 然後很活潑 皮膚白白的 應該是蔡依林吧 因為我覺得他嘴巴肉熱了 看起來很想親一口 我覺得是林佳琪 因為他很可愛 笑得很可愛 我認為少男殺手是黃湘怡 因為他給人一種 散發出來的感覺 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很吸引人 我覺得我們就是吸引 這種少男殺手是阿牙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單眼皮 我覺得是SHEI 因為他們很可愛很活潑 林佳馨 我覺得是SHEI 因為他們很可愛很活潑 調查結果出爐 前三名分別是蔡依林 林佳馨以及SHE 他們共同的特質 都是擁有清新甜美的氣質 迷人的眼神 及陽光般的笑容 今天我猜 仍不可貌相 情賴五味青春活潑的少男殺手 請大家猜一猜 到底誰才是這群少男們的最愛呢 掌聲 立刻一起歡迎第一位屈文傑小姐 歡迎 屈文傑十五歲 165公分 45公斤 好甜喔 小小的眼睛 八十歲老伯伯也敗倒在少男殺手的魅力之下 他還曾經被八十歲的那個伯伯搭訕過 八十歲 你有沒有搞錯啊 人家是問路吧 他跟我講了一句說 美媚 妳要不要玩 他就這樣 美媚妳要不要玩 所以我就...我就...我就搖頭 就跟他猛搖頭 我說我不要 所以他就跟我說 伯伯也老了 也不能了 然後就這樣跟我講喔 好喝喔 現在伯伯也老了也不行了 再來一次 立刻一起歡迎第一位屈文傑小姐 歡迎 屈文傑十五歲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公斤 好甜喔 小小的眼睛 好甜喔 你是不是那個 陷來陷去的那一個 是… 在看桌上面陷來陷去的那一個嗎 廣告拍很好耶 對啊… 那不給人家走個台步怎麼行 你剛剛後頭熱烈的 開始在討論起來了 台步不用 這位屈… 屈文傑 屈文傑 今天會拍過廣告還有演技 拍廣告的時候做鬼臉做到臉快要抽筋喔 厲害… 來…給她發音一下 來 跟大家問候一下 麥克風 大家好 我叫屈敏捷 屈敏捷啊 難怪我們都念錯屈敏捷 那麼妳的祖先我們很熟了 屈原 屈原 不是屈城市喔 喂 你這麼好 屈城市 屈原它是跳到蜜羅江 對啊 後來因為他 那個當地百姓就丟很多粽子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要吃元宵對不對 你們在講是什麼 把他們這個節日 叫做是中秋節 什麼亂七八糟 是…屈先生拍過MV 做鬼臉做到臉抽筋 哪一個 就是那個陷來陷去那個是不是 就那個是嗎 那個真的超可愛的耶 他是帶頭巾的那一個嗎 妳是在Send那一位還是馬姐 他是Send那一位 他是問人家有沒有BURG的那一個 問他姊姊 對 後來那妳拍了那個廣告之後 走在路上也沒有很多人認出妳來 還好耶 因為其實妳跟那個廣告上面 長得很不一樣耶 就小朋友嘛 對未來男朋友的要求是什麼 選男朋友選男種 男朋友我喜歡陽光型的 陽光型的 TOLO怎麼樣 TOLO可以嗎 你看… TOLO跟金剛還有我 妳會選哪一位 天啊 兩個是動物喔 一個金剛 一個TOLO TOLO就是鮪魚喔 還有我 這三條 一個是畜生情秀 算了 敏捷 三條都是通往地獄的路 什麼話的 TOLO妳要站出來講講話 我站出來講講話喔 那妳這個年紀自己有沒有什麼 比較喜歡的那種藝人 男偶像啊 藝人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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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妳喔 真的嗎 對 兩個花絲挺起來 她那個年賽好輕喔 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 我跟王力宏是 我們是同一條路線 就是 我跟王力宏 妳在踢笑耶 看得到錯我的觀眾兔了 妳請我極大的抗議喔 以後妳就叫我 好不好 到泰國去玩 被人妖用胸部夾頭 險些夾抱是不是 怎麼會 這麼恐怖啊 那時候是暑假 然後跟媽媽他們去泰國玩 然後我們就是在船上吃飯 然後就有一些人妖跟你合照 然後 對 他們就會用各進那種方法 用進各式的方法 對啊 像男生 他們大部分都用胸部 去打他的頭 打他的頭啊 對 曾經 這個故事聽起來真恐怖 被很瞎的男生搭訕 那 有一次我跟朋友去逛街 然後走在路上就有一個 他真的很瞎嗎 我覺得還滿瞎的啊 不要歧視殘障同胞 沒有 很瞎是說那種搞不清楚的狀況 懂不懂這是我們Young Man的用法 Young Man 我覺得他怎麼是Young Man啊 年輕人 那怎麼樣 他當時怎麼樣 就是我和我朋友逛街走在路上 然後他就 他就過來 就跑過來說 小姐請問你幾年次 然後我就說 我78 78 然後他就說 78 78 這數字好可怕 他就說 那你會不會接受69的 然後我說 78 你會不會接受69 那你接受70的嗎 70 你接受 小姐你接受69嗎 後來你怎麼回答他的 後來我就和我朋友傻眼啊 我們就趕快走 後來他走就說 那謝謝你喔 我祝你們玩得愉快 他是錢櫃上過班是嗎 祝你們要歡唱愉快 聽說是一個阿兵哥啊 對啊 我覺得他當兵當太久了啦 他拿 你看得出來是逃兵是吧 小 小姐 傑伯生78 我在 我69的 傑伯生69 憲兵 我等一下過來啊 是這樣 那種 搭訕還這樣子 不會啊 好 相當不錯 那我們這個 有才藝表演嗎 沒有 沒有是嗎 那唱一首歌嗎 那考我演技好了 演技 好耶 來 預備 看前面 喜 怒 很不高興 哀 怎麼那麼可愛啊 樂 樂 樂極生悲 樂極就是樂到 樂到最高點 但突然開始難過 難過突然湧上心頭 不屑的眼神 不 看那一邊 不屑的眼神 他自然的就想看你那兒 被狠瞎的男生搭訕的眼神 這個表情做得好好喔 模仿張信哲演唱艾如潮水 咪咪咪咪咪 這什麼節目 他長滿像張信哲你看 有一點 那個牙齒那個 那個味道 他很可愛 好 那對機器擺一個 這個美少女的姿勢 瘦男殺手 1號 好可愛喔 謝謝 馬上歡迎2號 陳奕汝 歡迎 陳奕汝18歲 1號10分30公斤 是個2號 好瘦啊 他腳好細喔 好可愛 你們人好細喔 一樣走個台步啦 TOM SOME OF THE MUSIC 現在是陳奕汝 常被別人認為是日本人 而且還有日文搭訕喔 不錯 好可愛喔 他們說講幾句日語的話 還感覺真像日本人 對啊 交過八九個男朋友 十八歲年啊 而且最短的才四天而已 四天 四天那個是為什麼 因為 就是之前我們 前一天晚上我們還去逛夜市 然後我還收了他的禮物 結果隔天我就傳簡訊跟他說 我們還是當朋友好了 為什麼 感覺不對嗎 感覺不對 那會不會有噁心感 噁心感喔 我不知道他會流手汗 我覺得那不算交往耶 對啊 你們那只是認識而已 所以你根本沒交那麼多男朋友 其實 其實真正認真的大概只有四個 四個也沒有 好多了 其實 就是在一起比較深刻的 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個 初戀還是什麼 哪個初戀 初戀還好 初戀還好 初戀很粗嘛 初戀 初戀的時候年紀很輕嗎 不輕啦 高二 高二 那你們在一起多久 初戀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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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半年 為什麼分手 為什麼分手 因為他太黏了 他很黏喔 那你是很酷的女生囉 因為我不喜歡人家黏我 你希望自由是不是 對… 好酷喔 好酷喔 所以你愛情觀是 好酷喔 給彼此自由 真的嗎 給彼此空間是對的 可是其實真的要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但如果說你給他自由 有一天他把這個 把這個方便當隨便怎麼辦 把自由當成放縱的怎麼辦 你看他跟別的女生走在一起 那你怎麼樣 那我就跟別的男生走在一起 一抱懷一抱 抱怨 他跟一個 你就跟兩個 對 我就帶一打 你那天蠍座的嗎 對啊 有必要這樣嗎 這個年紀的女孩子就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並不是說你們這些老女人 可以想像出來 他就是 什麼意思啊你 好 你這樣得罪了一批人喔 一批 好 那個被計程車跟蹤 喔 危險喔 真的很危險耶 真的嗎 是坐車回家 結果他就在路上跟我聊天 結果他就問我說 你幾歲啊 讀哪裡啊 什麼的 結果他到最後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他還問我說 那你媽媽漂不漂亮 對 然後他還問我說 等一下 等一下回家可不可以見得到你媽媽 好噁喔 對 我就跟他說不行 結果我下車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走 就一直 我就慢慢走 他就慢慢開慢慢跟這樣 好危險 我還故意繞遠路 然後等他不見之後 對 漂亮女孩子要小心一點 對啊 要不然你要打那個有沒有 電話叫車的 叫安全 好 他還曾經被80歲的那個伯伯搭訕過 80歲 你有沒有搞錯啊 人家是問路吧 你有沒有搞錯 你有沒有搞錯 真的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說 妹妹 你要不要玩 他就這樣 妹妹你要不要玩 結果我就 我就搖頭 就跟他猛搖頭 我說我不要 結果他就跟我說 伯伯也老了 也不能了 然後就這樣跟我講喔 好噁 他就這樣伯伯也老了 也不行了 就這樣啊 對 結果他就自己講完 就自己轉頭走了 好可愛喔 然後結果他走了幾步之後 又變態又有點心酸的感覺 對 他聽他難過 心騷擾 然後悲劇落幕這樣 後來… 後來他走了幾步 好想聽啊 伯伯又講什麼 幾步之後又轉頭回來 又站到我面前跟我說 我給你一萬八好不好 他就叫我給你一萬八好不好 這個說好啊 沒有 那要做什麼 一萬八要做什麼 一萬八要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他太人心 對啊 怪喔 對啊 憲哥好為你以後擔心喔 你這樣 頭髮我才不會 來…擺一個姿勢好不好 1 2 3 上手 掌聲鼓勵 厲害… 好可愛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年輕的女孩子 她就年輕她就是本錢 都才15 6歲而已 對啊 這是 接著下來這位真的15歲了 彭詩婷 小姐 歡迎 彭詩婷 15歲 123公分 46公斤 太高喔 哇 我的天啊 天啊 有 你知道現在的男女愛情觀大不相同嗎 你會主動嗎 如果有喜歡的 都是男生主動 那個人是重量的人嗎 他覺得他跟我在一起沒有男女朋友的關係 他真的要分喔 說這樣的人不要演吧 我跟你講 這是壞男人 女生的感覺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男生的感覺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你未免太清楚了 我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那你的這裡到哪裡了呢 喂 厲害… 好可愛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年輕的女孩子 她就 年輕她就是本錢 都才15 6歲而已 對啊 這是 接著下來這位真的15歲了 彭詩婷 小姐 歡迎 彭詩婷 15歲 160歲 公分 46公斤 好高喔 哇 我的天啊 天啊 腿好長喔 也是個成熟女孩 沒有誰 這位就是我們的彭詩婷 她非常喜歡玩夾娃娃 最高進入一天花3000塊在玩夾娃娃 天啊 她真的看起來滿成熟的有沒有 對啊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嗨 我叫彭詩婷 今年幾歲 今年16歲 15 6歲 明明是15就要說16 對 都是這樣 你等到過了20之後 你每一歲都會減一啦 對嘛 我就好怕過到明年 那個Joanna會在意人家問你年紀嗎 不會啊 不會 永錢會在意年紀嗎 不會 才21歲不會啊 不會啊 就認識Alex那時候21歲嘛 這9年來你們還好嗎 妳這樣 她就11歲啦 蛤 厲害… 每個月零用錢一定花光 妳用錢多少錢 3000塊 3000 夠嗎3000 一天100耶 其實我以前學生的時候 一天我真的只有花50塊 50塊 這樣子過了好幾年 就訂便當的錢了 真的 我也覺得快樂得不得了 哪知道50塊給拿了 還是偷吃同學的便當 老是同學便當翻開裡面 雞腿的痕跡 雞腿不在 有滷蛋的痕跡 滷蛋也不在 厲害了這是 很愛胡思亂想 希望 將來長大能當 貴夫人啊 對 那妳是想去賣菜刀煮是嗎 有男生呢 要追她 故意製造假車禍來搭訕 好有心喔 但是不幸被撵斃了 車禍 真的假的啦 後來經常每一年到那一天的時候 都會出現在她的窗外 那是什麼情形 就是我跟Joanna合唱的一首歌 趕快講你的故事 她是在假車 趕快講你的故事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愛被花上等身 你哭風雪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後來又她是出現在什麼地方 就我去逛街 出現什麼地方 車子 她從我面前出現 過來 然後從哪個地方過來 窗子外面嗎 沒有 沒有 結果 然後就差一點撞到我 之後她就趕快跑下來說 妳有沒有怎樣… 然後我就說沒有 還好 妳坐在我前面而已 然後她就會說 小姐 那妳電話幾號 真的嗎 好爛喔 對 好不精緻的一場假車貨 小姐 妳接受六九嗎 什麼 是…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她 幾歲的時候身材就長成這種比例 對啊 她這個 真的 腿長那個是什麼樣 腿又長對不對 對啊 就是很正點的身材對不對 15歲那一年就長這樣 她也是完全就九頭生美少女 那我們就看著鏡頭來一下 好 1 2 3 叫萊姨 不是 她是彭詩婷 再來這位厲害 她名字叫萊姨 萊姨 對啊 有鳳萊姨 這是女生嘛 所以她叫有鳳萊姨 她名字就叫萊姨 來得好 她特別姓張 她是公長張 原因是她父親姓張 對啊 口齒口在裡告訴我們 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對啊 趕快來歡迎她好不好 張萊姨 歡迎 阿姨 妳 57歲 158公升 43公斤 她是萊姨 萊姨 好可愛 萊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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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走個台步好不好 好不好 來 謝謝 阿姨的音樂 好 這位是17歲的張萊姨 她是巴拉圭和台灣的混血喔 好可愛喔 今天來的都是瘦甲 超瘦的 是中巴混血 中巴混血 如果說台灣跟巴拉圭混血 那就難聽了 是巴台混血的 糊了 然後有巴台是不是 巴台混血 爸爸跟媽媽是在巴台認識的 沒有… 今年幾歲 今年17 17歲 中文講得很好 對 在台灣受教育嗎 對 小學就在台灣受教育 可是妳會講巴拉圭話嗎 我比較會聽得懂 聽得懂 媽媽有來嗎 有 在那邊 那是媽咪啊 那是小孩也醒了 那是妳弟弟 媽媽長得好像烏馬舒曼喔 對啊 妳這樣也有覺得 對啊 弟弟長得好像那個貝克漢 有沒有 好可愛喔 像貝克漢的弟弟流浪漢 好可愛喔 會 那可不可以借我們抱一下 無所謂 這個時候有奶便是娘 所以她不會以為妳是她娘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她真的很像董事長耶 對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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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想捏一下她的臉頰 可以嗎 捏一下好不好 一下這樣 好可愛 好不好 捏一下 來 1 2 3 妳怎麼走過來啊 我是捏著 好可愛 好可愛 來 我拉她的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跟妳講喔 妳會造成她童年的陰影 我才是妳親生的爸爸 我才是妳親生的爸爸 妳聽得懂嗎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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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訪問姐姐 妳們像話嘛 那麼 白馬王子希望將來 找到一個男生是怎麼樣 我比較希望她開朗一點 然後陽光喜歡運動 看開一點 那種男生妳比較喜歡 對 然後幽默一點 有鬥雞眼的妳不會要 所以說人生觀要比較豁達 對 比較幽默 會搞笑的那種男生 對 那會接受年紀大妳很多的嗎 不會 蛤 不會 蛤 蛤 會嗎 妳已經把我們的少女嚇到了 有沒有交過男朋友 有 現在呢 也是有 還在一起 這個就是媽媽在旁邊那個反應 媽媽同意嗎 媽媽同意嗎 媽媽讓妳交男朋友嘛 可以嗎 她滿開放的我覺得 媽媽今年幾歲大概 37 她很年輕喔 有沒有看到 妳是老大是不是 不是老大 所以她20歲的時候生她了 差不多 妳管人家家裡面的事那麼多幹嘛 媽媽也了解一下有沒有關係 反正爸爸不是你 有沒有去過巴拉龜 有一次而已 去看奶奶 對 好 那有沒有很特別是出國 然後 我只知道很遠 因為那是很小的時候娶人 然後很遠 要坐飛機大概坐三天吧 有真正看到那隻龜嗎 龜 誰說巴拉龜就有龜 不是啦 巴拉龜沒有 妳什麼時候變沒嘗試啦 對啊 女生要主動 但是不能太熱情 這是她的愛情觀 一切從朋友開始 對 所以妳到KTV 也是先點周華健的朋友 妳喔 女生 公車上碰到變態的經驗 有 就是有一次跟很多朋友 要去比賽這樣 然後後來 這邊就有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一直看我們 然後年紀大概已經快40幾歲 然後一直看然後冷笑這樣子 還冷笑 對 還冷笑 然後後來就看她 她搞不好是車子冷氣太冷了 沒有 然後她那個表情很詭異 然後嘴角還往上揚 然後後來她就 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就掏東西出來 然後就 掏她的傢伙是吧 是嗎 好噁喔 然後我們大家就有害怕就下車 然後她還跟下來 真的嗎 跟到我們要到那個地方才停住 真的 公車上很容易有那種變 那妳要趕快跟司機講啊 她就是司機啊 沒有… 她是不是在排檔桿 妳看錯 她是在排檔嘛 妳看有沒有 她就最後一排 跟我們做最後一排 對啦 司機坐最後一排 是太過分了一點 其實司機也滿上色狼的 所以也沒有馬上來講 還是要保護自己很重要的 那當時誰在開車 那誰開車 就跟你講那色狼不是司機啊 耳背啊 長大要做什麼 成年以後第一件事 想做什麼 想去POP玩 就這麼普通啊 好普通喔 詠勤 詠勤 他做了一件 妳現在每天都做的事 對 好 那旁邊休息一下啦 好不好 Pose… 1 2 3 好漂亮 好 再來最後一位 一起歡迎楊佳馨小姐 歡迎楊佳馨18歲161公分 44公斤 果然是少男殺手 好漂亮喔 因為太窄了 超倒霉 美女一定會碰到的悲慘經驗 國小的時候又遇到事情 那變態的卡車司機 每一個好像同年都會遇到出來 對啊 真的 所以我很想建議說 人不可貓像可以開一個新單元 就是沒有碰過變態的美少女 根本是很難 對啊 怎麼搞台灣怎麼回事啊 我都碰過變態 對啊 變態 妳有碰過嗎 我碰過 真的 在天文 不可能吧 真的啊 為什麼沒有人重視我遇過變態 這件事情啊 為什麼呢 細細的聽 謝謝 來儀 好可愛 謝謝 來儀 好 再來最後一位 一起歡迎楊佳馨小姐 歡迎 楊佳馨18歲161公分 44公斤 果然是少男殺手 好白喔 會不會太白啦 這個是以皮膚取勝 有點像學衛星耶 對 走個台步 吹彈這個破頭鼓子 天啊 你看 你看他腿的皮膚看起來多好看 腿好瘦喔 幾歲了 18 18歲 161公分 44公斤 對於金錢 妳的看法是怎樣 金錢觀 賺多少 花多少 好帥喔 東南亞都是這樣 今天有錢 今天花 莫到明朝無錢 怎麼樣 無錢就有 喔喔 不是 莫待明朝無錢 花不到 她有比我的好嗎 她的感情觀就更恐怖了 好像在看門診一樣 她是怎麼樣 她是怎麼樣 交往或分手都是很乾脆 一通電話就搞定 你以為在訂披薩嗎 對啊 你不怕遇到死殘爛打的人 殺了你的怎麼辦 電話打來然後分開是吧 OK 好 再見 然後馬上電話 下一位 是 門診喔 是有很多在UBI是不是 沒有啊 就是有喜歡的就 你會主動嗎 如果有喜歡的 沒有 沒有 都是男生主動 所以那都是你主動提分手的 也沒有而已 因為有人跟我提分手 那個人是狀況怎樣 他覺得他跟我在一起 沒有男女朋友的關係 好啊 那真的是要分囉 不過這樣的人不要演吧 真的 這是壞男人 我跟你講女生的感覺 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對 男生的感覺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你未免太清楚了 我 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那你的這裡到哪裡了呢 只能用來排尿的功能 喂 那你是什麼 所以他想要進一步 如果說沒有進一步 他就要跟你分手這樣 應該 是嗎 這個是真的不行的 難能用這個來換愛情 對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還得了 讓他得逞之後 他以後他就不要你了 對 國小掃墓 掉到水溝的糗事 這個是靈異事件吧 祖先有什麼話要跟你講 不是啊 就因為鄉下要走 一定要走過水溝 才可以回到那個口莊 結果他們大人都走 那個木頭做的橋 然後自己小聰明啊 看到那水溝很黑很黑 然後看起來很堅固 就想說這應該可以走 結果跳下去就跌到裡面了 掉到水溝裡 對 然後被拉起來 因為我媽可能覺得 會把人家浴室弄髒 就在馬路上拿水管幫我洗澡 脫光啊 對啊 國小耶 小時候 當時發育還好 發 那就沒事 誰會想要那兒啊 對啊 見鬼了 國小的時候又遇到事情 變態的卡車司機 怎麼每一趟同年都遇到出來 對啊 真的 真的 情況是怎樣 就補習班下課之後啊 要走回家 結果後來就有輛卡車頂在旁邊 結果她就說 妹妹妹你過來看一下 然後很矮啊 卡車很高就墊起來看 結果她就說 她就在我面前滋味啊 然後就說 我這裡好痛喔 妳幫我看一下 然後說 妳上車妳帶我去醫院看好不好 好噁心喔 還有妳當時說我上車妳就完了 真的 沒有 我媽神經病我就跑了 沒事…不要害怕 天啊 為什麼天下變態會這麼多 妳難道沒有覺得金剛很面熟嗎 你開過卡車嗎 金剛有開過卡車嗎 開幾年 那段時間妳怎麼樣解決 妳生理的需要 我那個時候就是… 還真的啊 像話嗎 憲哥我很想建議那個 我偷偷是妳是嗎 不是… 不是我很想建議說 人不可貓相可以開一個新單元就是 沒有碰過變態的美少女 根本是很難的 對啊 怎麼搞台灣怎麼回事啊 我都碰過變態 對啊變態 妳有碰過嗎 我碰過真的 不可能吧 真的啊 我在士林也碰過 對啊 妳碰過我相信 我也碰過 怎麼樣 那個男生就一直 就是我穿破牛仔褲 然後她就這樣走過來說 小姐 那個牛仔褲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很不理她 然後就覺得 她過來她騎馬 因為她瘦瘦 然後走去這樣怪怪 怎麼會這樣 我們就不理她 請問這話 喂 為什麼沒有重視我遇過變態 這件事情 為什麼得實性的聽音 妳剛剛一走過喜歡那個音樂 音樂 對 摸一個摸一個五千塊 摸一個五千塊 摸一個五千塊 五千塊 什麼 我那時候遇到嚇到嚇死 還是一群阿嬤救了我耶 怎麼… 沒有啊 她就是 阿嬤給妳看什麼 不是啦 這是男子 然後假裝在等人 然後突然就動作 然後後來一群阿嬤聊天 動作對妳做動作 她是表演 她自己做動作給我看 結果咧 結果就 阿嬤就還好阿嬤來了 阿嬤出來 阿嬤一來她就 變態們 我們少女是很害怕的 對 會影響到他們那個心靈 以後長大的發展 對… 有男朋友嗎 目前 有 今天有來嗎 有 在哪裡 帥嗎 帥不帥 帥 帥啊 真的嗎 帥喔 在哪兒 不要躲起來 她男朋友是哪位 現在蹲下來那位 有點像那個阿信耶 她蹲下來 她男朋友有點像那個阿信 不是啦 信樂團那個主唱 對… 很帥耶 妳不要好像刑警抓嫌犯 對啊 沒事了… 有什麼問題想發問一下 那個裡面在一起的時候 去哪裡玩 還有玩什麼 看電影啊 逛街什麼的 是喔 我以前是那個逛美術公園耶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對啊 就是那種完全高中生的生活 你該不會還陪她作畫 那你們比我好一點 我以前都是逛那個通通食園那種 有什麼… 逛通食園 逛好久 買了兩隻開瓶器 好吧 你沒吳宗憲了 你如果來買這個給我拿 可以送一支嗎 這三支 欸 欸 金剛 你逛哪裡 我…卡車 那個不是 卡車上門 看到卡車要小心 小心撞到吧 對呀 好 來 看著前面 一 二 三 少男殺手 好的 歡迎他們五位到前面來 各位 在二十位少男的心目當中 哪一位才是他們喜歡的對象 少男喔 要以少男的心情來選他們喔 少男會喜歡哪一位呢 給他們三十秒時間做選擇 開始 瞧著五位少男殺手 各個魅力十足相當吸引人 究竟在少男的心目中 哪一位才是真正的少男殺手呢 瞧著五位少男殺手 各個魅力十足相當吸引人 究竟在少男的心目中 哪一位才是真正的少男殺手呢 Joanna 你會選哪一位 如果我是少男的 是的 應該是一號 為什麼 因為她拍過報告 所以她已經有知名度了 所以從這邊來做推斷 原來知名度 她也列為考慮了 這是 來 勇賢的 妳選的 一號 一號 如果我是單男生的話 我覺得這個女生 身材好棒 十五歲 身材很棒 再棒也沒有妳棒啊 沒有 十五歲沒有那麼棒耶 所以現在台灣女生也發育得很好 Toro會選擇哪一位 應該是 四號 Toro這幾乎是你人生最困難的一次抉擇了 想去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少男的想 想去巴拉圭 選擇他 OK 好 螞蟻妳會選哪 一號 是一號 六號男最喜歡的 那個 一號 還是六號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那個金剛 怎麼樣 我想要應該是二號吧 為什麼 二號 因為其實現在一般 十下年輕人都會比較喜歡這種戲 哦 是 來賓開測的結果 普遍看好一號美女 到底是誰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少男殺手絕選 沒錯 看我這些裝飾應該開始刷了什麼吧 我就是 殺手 少男殺手 想當年 風樂團體 不曉得大家記得嗎 我當年也是個少男殺手 不過 現在我已經不能從前了 因為畢竟我已經快要二十歲了 所以呢 現在 新的一曲少男殺手更加的厲害 那五位美女正在等著我們 不過 在看那五位美女之前 先來瞧瞧我們的評審團 就是我們 舉名補習班的 非常多的帥哥們 眼前這四十位高中男生 就是我們今天的評審團 他們將為我們選出 他們心目中的少男殺手 看完了非常非常年輕活過的男孩們呢 趕快來歡迎一號美女 一號美女屈敏捷 曾經拍過廣告喔 而愛演戲的她 今天會為大家 帶來什麼樣的才藝呢 趕快來看看吧 好 那一定要帶來什麼才藝呢 愛演戲 愛演戲的一號美女 今天的現場才藝 就是帶來一段即興演出 現在 我們也從男生中 選出一位小帥哥 就讓大家看看 他們的演出如何吧 我想跟你分手 不要啊 拜託 可是 我討厭你的肮脏肚臍啊 那我每天回去都會洗的 那個腳毛怎麼辦呢 對 你從來不乖 我會 穿十萬 穿十萬 開什麼玩笑啊 為了你我什麼都做錯 我的天啊 這什麼爛劇情啊 不過也讓現場男生 笑得合不龍嘴呢 緊接著趕快來看看 二號表現如何 今年十八歲 有著射手座活潑個性的 二號美女 陳一如 今天她要為大家 演唱一首歌曲 親和力十足的她 大方走向男生面前 跟他們握手 造成現場一片混亂 相信應該可以獲得 許多人的支持 緊接著 我們來看看 三號表現如何 在看過男生們的熱情之後 緊接著三號彭士廷 帶來一段古典芭蕾舞表演 我們趕快來看看 果然男生是好色的族群 就連丟個絲巾也大呼小叫 可見三號美女的魅力 還真是不小的 緊接著 我們來看看 四號的表現怎麼樣 接下來是美麗的 憤鞋兒 四號 歡迎 四號美女 張來儀 是一位混鞋兒 活潑的她 會帶來什麼 令人耳目一新的才藝呢 趕快來看看 跳得很好 跳得好不好 好 美麗 四色 那跟所有評審再拉個票吧 拉頭一個 謝謝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是最後一位 五號 歡迎五號 好 最後十八歲的五號美女 楊嘉欣 今天要在現場 找一位男生 跟她一起合拍可愛的大頭貼 趕快來看看她可愛的模樣吧 五號果然非常可愛 可是身邊這位男生 會不會太調皮了一點 好的 看完這五位美女的才藝表演之後呢 我們趕快來進行一個默契考驗 踩氣球棒 製作單位為了加強女生們 與男生的互動 於是舉行踩氣球大賽 五位美女各自挑選一位男生參加 並且同心協力 在最短時間之內 把對方的氣球踩破 就是今天的優勝者喔 胖胖胖胖胖 兩個舒嬌在前面 沒關係 加油加油了 那能要保護他們 那希望你們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對方的氣球踩光光 各就各位 預備好了沒有 好 好 預備 計時 開始 你們看 五位美女早就顧不得 少男殺手的形象和男生們 重新協力踩破氣球 但是其中也有參賽者 害怕著不知所措 而勇敢的男生們 還是拼命地 將氣球踩破完成比賽 我今天訪問第一名的二號這一組 你們兩個人是不是相當有默契 應該是吧 但是你們戰隊其實是偷聽第一組的吧 哪有 他們也沒報過我 還剩三個 還剩四個 那你… 捨不得喔 捨不得喔 蓮香邪玉 那你怕不怕 怕我怕 好 那你要好好保護他嗎 我盡力了 你盡力了 我覺得你非常棒 OK Good 好 那你們呢 相較之下 你們的氣球也太多了吧 沒有關係 是不是你捨不得踩牌 對 捨不得喔 但本身不怕氣球 所以把它都踩光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這個遊戲呢 就是希望建立起他們的默契 搞不好他們還可以折個電話出去 悠悠會都不知道 反正呢 這個遊戲我們就完美的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評審團 對他們有什麼意見吧 今天坐過勞的同學你好 你好 你好 請問今年幾歲 快要二十 快要二十歲了 那你心目中的少男殺手的條件是什麼 第一要外向活潑 然後要可愛 然後還要身材好 那你本… 要身材好 要求很嚴格啊 我會當中覺得誰最適合當少男殺手 不要笑我的國語 好 直接的衣服好精彩 好 好 那待會兒要跟他要聽話嗎 四下再說 四下再說 好 OK 謝謝這位同學 好 接著眼前這位男生會投給幾號呢 二號 二號喔 直接說了 那為什麼他覺得 你在 你覺得他是你心目中的少男殺手 對他很有氣質 然後長頭髮身材很好 長得漂亮 那一位帥哥你好 你好 那請問一下你今年幾歲 十八 那有沒有交過女朋友 有 有 那他是屬於少男殺手型的嗎 是 那這五位當中 有沒有你覺得他是少男殺手的呢 都不錯 選一個 五號 五號為什麼 對 長頭髮身材很好 所以他是你心目中的少男殺手 好的 謝謝這位同學 那麼聽完評審團的意見之後 趕快進行投票 發 GO 來聽完評審團的意見之後 到底哪位美女 才是今天少男殺手的冠軍呢 廣告之後再告訴你 那麼聽完評審團的意見之後 趕快進行投票 發 GO 投票開始囉 四十位男生一一走向他們 心意的少男殺手 而五位美女 似乎都蠻受歡迎的 在經過一連串的默契遊戲之後 男生們更可以明確地選擇 他們心目中的少男殺手 冠軍到底是幾號呢 我們趕快來揭曉投票結果吧 投票結果出爐 一號十四票 二號九票 三號四票 四號六票 五號七票 冠軍就是一號咯 恭喜一號成為今天的冠軍 YA 好 五位都很漂亮 可愛 謝謝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風格 沒看結果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太胖了 好不好 好 再次謝謝他們 也謝謝五位來賓朋友 希望Joanna的唱片能夠大賣 會的啦 當然是Joanna出唱片嘛 對 TOLO是出書 對 TOLO是出書 賣得更好 趕快不要再當這個SKB了 好 再次謝謝他們 咱們下週同一時間繼續回他們 我猜… J 登陸